炎热的夏天到了 令人讨厌的苍蝇蚊子都多了起来 昨天刚下了一场雨 更有利于苍蝇和蚊子的繁殖 我们今天使用废弃的塑料瓶 来制作一个苍蝇蚊子又补气 我想总造价成本应该不超一块钱 感兴趣的朋友 你也可以跟着我来试一试这个方法 首先我们找到一些没用的这样的空的纯净水瓶 制作这个诱补气 需要一个家里边没用的这种油桶 还有八个装纯净水的塑料瓶 我们使用这样一个热熔工具 常常垫 如果没有这个热熔工具 用剪刀或者是避纸刀也是可以的 首先我们在瓶子的底部烫这一个洞 然后把另外一个瓶子插到这个洞里边 不是有八个瓶子吗 一共制作四组 把这个大药桶上面也烫四个洞 我们把瓶子的这个切一个喝口 下季文营骚扰我有神秘武器 我们这个文营又武器的做好了 这是第一步 我们还要往里边加入一些神秘配方的云液 才能诱咀文营 现在我们开始配置 这个配方也很简单 就是我们家里边常见的红糖 还有啤酒 我们把这两样东西混合在一块 然后倒入啤酒 然后空灯的搅拌 中间这个大瓶子还有这四个小瓶子都要灌进去 我们把这个诱补器呢 放置在苍液文字经常出没的地方 过几个小时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实际效果 我们今天的这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 感兴趣的小伙伴呢 也可以自己尝试着做一个文营诱补器 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帮我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见 拜拜